大大餐中感冒了 幸好时间吃药 再压下来 我都买药都买了有 估计买了有 将近400块钱 能去打点滴吗 没有 你刚才拿得住啊 牛逼啊 你光吃药挺过来了 你光吃药挺过来了 是啊 狗龙现在还痛吗 什么 狗龙还痛吗 现在不痛呢 当时我现在保持着吃药 嗯 我也是啊我擦 哈哈哈 这两天 那个瑞波 瑞波还有那个什么 MX 我两次 不是 MX是三次 三次赚5000U的机会 我没走 我没走 结果最后 赚个100多以后走掉了 你是看 你是看的涨还是跌啊 开的空吧 我开的多 你不叫我 你不叫我 但是 那然后 我没跌 通过是在那个AC那个工具吗 我今天看那个 看那个什么 就是AC 他那个创始人说 要高级版 要0.08个台方一个月 哦 你说的是那个AC的那个吗 嗯 还是说 你发出来的那个 就是那个工具啊 免费密质的 哦 我看到了ACNFD是吧 对啊 这个不是 不是这个不是 从这里的消息 有很多他会漏掉的 你看他发都是 都是他不是 他有些是过了很久才发的 嗯 然后他功能很少啊 他看不到 市市交易的那个量 密的量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人数之类的 然后他的价格 他全部都要 他有些是业密的 其实不是业密的知道吗 有些是 只不过是 是那个项目翻 是业密的 然后 有白的就是他会抓取 结果我继续要花钱的 我我就前来上了个大 走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 我能听到 能听到 你能听到 我都 嗯 能听到 嗯 怎么了 那功能很少 慢慢应该会多起来吧 我看到那个 你那个免费密的 那个免费密的 是怎么是搞到1.5个一带吗 我本来我以为我搞了 二十个 两个号嘛 一个号就叫十个 然后我没想到 呃 我其实是 我就放他另一个号 平时没怎么用的 另一个钱包 是又 又业密的了 又搞了一个 其实是搞了三十个 然后他盲盒的时候 最高零零一五嘛 零零一五 我很多是零零一 零零一二 零零一五 这样挂单卖出去了 然后 你是 然后 我以为是一个 一个图狗 搞了一个 1.5个一带吧 差不多 对 不是 我以为是一个 一个NFT 你现在是很多个NFT加起来 是吧 十几个吧 十几个 差不多 有二 三个号 哎呀 蛮难 你一个 最近没有 没有这么屌的NFT 没有那么屌的 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不是哥布林 好像 不是哥布林 他是 哥布林没抓到 充零吧 那几天我 反正躺在团上 基本上 也不怎么想干活 想干事 好像他也是一个免费MIT的 后面最高的冲到了0.5还是0.多个一带吧 0.8 好像 他现在跌到0.5了 好像现在跌到0.5 那很高 那个 我刚刚去看那个严谨社的那个奥特赛那个嘛 可能可能后面录空头的话 就不是说专门录我录了就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真实用物去去体验 然后 嗯 就搞不计是就搞一个生态 比如说你是录那个ZKSVNC的 你就你就专门录那个这个生态 你是录阿比雄的你就专门录阿比雄 你这个奥特赛是不是那个阿比雄的那个 还是说 奥特赛就是阿比雄吧 对啊 我说嘛 你你你前几天那个那个搞ID的你搞了吗 哪个什么 你发的那个搞ID的那个 哪个ID 就是那个你发的那个 就是用用钱包跟邮箱去搞的可以免费搞一个ID 但是呢其实他是要他要0.006个以太坊才能做造一个 那不用吧 我我感觉是免费的 你想的没 那是因为你奥特赛有钱知道吗 我奥特赛没钱他要那个 你奥特赛没 不是你本身就要开通啊 你开通就要就要钱 对啊 他就是你奥特一定有以太坊才可以才可以搞 好像说是石油吧 石油左右 不用那么多不用那么多 啊6油我搞了10我搞了20个号 6油吧 还搞这么多干什么 哈哈 现在只能抓量了没办法 然后前两天有个抽奖的 有个抽奖的 我今天我刚刚才看了他蜜特了 然后我就搞了 最后他一个钱包蜜了三个我就搞了 刚蜜特玩就 就就就就没弄完了 他只有2000个总量 我感觉眼神还是个小金狗 他0.02嘛 0.02蜜特这样 三个才0.06 我看下这个有个人说要跟我合作的是哪一个 他是2000个2000个的量 所以我看好多人跟他跟他合作了 他的粉丝 那什么名字 粉丝量是多少 粉丝量是 2万多个人 你发那个什么我看一下他 最近打图格都打过经验来了 我操 我没怎么打 好的 他要有什么讲故事的能力 然后画画风要稍微那个一点 奇怪一点 精美一点就很多人喜欢 而且数量也不能太多 我发给你哈 在 在这里吧 我我我私发给你吧 我说的那个 我的那个口就是那个PLUR嘛 那个口子嘛 啊 啊 这个圆 然后到后期还会空多土地啊 白死的得 哎 我觉得土地类的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这个二线篮筹啊 如果说到了到了这个 到了六月六月份中旬啊 要布局一下 是对 我就其实我 我今天还想来问你来这 要不要买一个什么 蓝 准蓝筹或者二线蓝筹 买一个布局 因为现在都跌了 都跌了蛮多 啊 你看这个密币 当时我九个一代房没卖 现在现在我看一下多少钱 现在还是五个还是六个是吧 现在好像四点六个吧 还多少 这个如果说到时候能够 我就只玩到以太坊啊 跌一下 能够跌到一个一千美金 或者是一千二百美金 这样子 然后这个这个密币只跌到一个 2.5啊 2.6这样子 就可以买两个 你是不是特别看好这个密币 因为他那个啊 啊 叫做什么就是 他那个猴子那个创始人不是会 你会给他就是规划那个路线图吗 好像你这个利好已经发过了呀 前段时间我看了好像那个 但是他说的是要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嗯 嗯 说是七八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吧 啊 对 不是啊 他八月份不是跟那个什么是土地空投吗 反正六七八三 都有什么活动 哎呀都有路线 哇靠 这这这这咋了 又爆拉一下 比特币 比特币吗 嗯 你看从两万 从两万九千五 啊 拉了一个点 但是这个这个是一根直线上去的 啊 反正现在机构在唱多 散户在唱空 哈哈哈 机构也不存在什么唱多 我把它唱空 哦 哦 你看一下我 你看一下我那个VIP那个核心群道里面 发了那几个币 嗯 应当是交易频道吧 VIP这里 看到了 哈 我我应该死去今天做空的 两次到了五百油 撞了五百油 没没没走 然后再撞了这个两百油的时候走掉了 震荡的太厉害了 你是爆炸背书啊 啊 二十倍啊 这个是什么 二十倍吗 嗯 那我做的少我就做一千多油 你现在用六千油去搞 啊 啊 我看你说你用了六千油去搞 啊 内波啊 昨天的内波是 昨天内波的时候最高六千油的赚了 赚了有五千多油 六千油的本金 撞到了五千油 那你不是一万多啊 哎呀后面 后面我设了一个很宽的止损 我设了一个很宽的止损 后面又弹上来了 只能把我止损止掉了 两千五也可以了 我操很强了 就就就搞了六千百油 啊 你不写的吗 应当指引两千五左右的价格就止损了 是 我如果说是 哎 那怎么讲 我两次 就跟我上个礼拜 就跟我那个露娜一样 撞了一千油 舍不得走出吧 谁给我爆掉了 爆掉了就没 就我肯定是不会让他爆掉 我最近近期都没都没有说被爆掉 你就少撞一点 对我就我就想就是搞他一个大趋势吧 然后哎就你看一下 其实像近期的操作真的是 哎怎么讲的 也不太满意吧 本来 我最近运气很好啊 前几天 那个 搞那个什么 像那个GMT啊这些啊 拿到现在的快就撞爆了 你还在想那个事啊 GMT还有露娜 哎呀 我要是那天早上加一点保证金 我现在可能能力十几万就有了吧 十几万一吧 对啊 这个怎么刷是从外放呀 我声音好小啊 听得到啊 能听到 但是要塞在要靠在耳朵上 我我都是用的电脑 我也有电脑 我用耳机吧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就是聊近期的一些操作 你知道吗 我能量 刚刚Kila 他分享了他 他那个一个 福利命特的 就是免费命特的那个土狗吧 赚了1.5个一袋房 其实还是很可惜GMT 那天早上30多 没有加仓 不是啊没有加保证金 打到止损 我是一直是没有说打没有说打止损 我每次打止损是怎么打 比如说打下来 我有500优的这个盈利对吧 或者1000优的盈利 我一般就止损 一次在盈利100优的时候就止损 但是GMT GMT那段时间打了我 打了我七八次止损 什么事这样赚钱不好玩啊 那我就知道我朋友一个就就就就就玩一个 牛说的玩一个狮子 5100变成500万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简单 玩什么东西 戴上耳机了 这个discord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小 挺大的呀 所以我所以我要戴耳机才行啊 可能手机声音本来就小吧 他们应该都在电脑上 我最近在玩那个 Steppen 感觉有点上头 那个跑鞋是吧 对对对 那个跑鞋十刀进去 那是不是要害怕 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成本多少 然后现在多几回本 然后盈利多少怎么样我 我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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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没几天的 我看一下 我应该是 哪一天开始买了第一双鞋子 就现在主要是玩那个 BSC链嘛 那个 Selona链的话 现在 就是买来做充电宝 就提供能量用的 有什么区别吗链子 就是你理解 就是你理解 一个是平民链 一个是贵族链 哦 Selona链是贵族链 BSC链是贵族链 什么时候BSC的都是贵族链 那它价格就是鞋子的地板差很多嘛 是这样的吗 可能一个四千一个四万 好 走了 BSC这么贵吗 BSC它反正 Mint0的都要到二十个BNB吧 二十个BNB那不就四万了 我记得BSC当时那个跑鞋 成本就一个BNB了吧 然后一开就倒费了吧 我记得当时它最早了 就是说两种链 两种地板差不同是吧 两个链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B什么都不通用 那肯定不一样 他用的是GST吗 Selona链的那个 Selona链的什么 是不是GST 都是GST和GMT吗 你跑步挖的是那个GST 这些好像是不是又涨了 对对对 他B价没怎么涨 GST涨了 涨了挺多 Lona链的没涨 然后那个 BSC链的涨了 他这样搞 感觉要挂掉 难怪 我就是那天 我看 他在1.52的时候 我就做空了一下 我一下 我一做空做进去 GMT就暴跌 暴跌到1.35 我1.52做的 暴跌到1.35 我看一下最高的时候 盈利有7000多U 我倒 你是不是五三倍吧 你又没跑啊 诶 我在那个4300U的时候 跑掉了 牛皮 你本 你是多少倍啊 好像当时做2000多U 20倍吧 反正这个可以做波段最近 从1.5到1.3 反复做 那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抱着这个 什么做波段这个 那你会亏得很惨 不是 我就说这段时间 GFD可以这样做 嗯 因为我已经这样 看他 弄他好久了 一直开着他的单子 我说为什么一直跌不下去 哈哈哈 你们一直在路上 哈哈哈 是吧 向方不是一直在画面画面吗 反正 那个你不知道吗 那个 爷儿姐 爷儿姐他那个群里面 好多人都去买跑鞋了 然后那个谁 三胖 三胖说是买跑鞋 好像挣了有3万多美金吧 3万多到 3万多美金那小意思啊 是啊 人家买的少啊 人家估计就是买了 可能几双鞋还是多少 因为你 因为他现在那个鞋子 是两天可以命他一次 如果你有两双鞋子 命他一次 两天之后你变三双是吧 反正就是可以 指数 指数 指数被的挡的 我最开始是有一双那个 BSC链的打金的 然后我后来加了一双 加了一双 这两双升了一双嘛 然后又买了一双 三双 现在是 我只剩了两次 就是只剩了两次 现在是已经有六双 六双鞋子了 就是BSC链的 六双鞋子 然后明天晚上我又可以升三双 等明天晚上我就有九双鞋子 是吧 九双鞋子 然后再分裂出一组来 那就其中就是 应该又再过一天又可以升四双鞋子 就是他不断的 两天两天不断的加的 就是这个收益率放起来太恐怖了 而且你还可以打金 就是说你跑步 跑步这个是去 跑就是走路啊 跑步啊这个是可以 转转那个gst的嘛 然后你Mint的收益 比gst的收益还高 就是你你 你只要跑步走路 这个按现在的币 可能大概在15天回本 这个确实是能15天回本的 就是按这个收益率的话 就是但是如果你要升鞋子的话 这个就回本就会更快 这不就是当时飞船的那个往返吗 那个去部的往返 不是飞船 当时飞船 我就这么说吧 我完了这个项目 其他项目我都不想看了 真的 有点上头 因为这算是我 我买的第一个NFT 因为之前在OpenSea上 一直没买到 然后落胖头也出道 这个就是我 我从进入币圈之后 我大概投入的 人民币在30万左右 就这一个鞋子 不是不是 就是包括之前 之前买币买那个BTC 一铁一铁啊 BNB这种 就是前面他可能因为这个跌幅 我大概亏了25% 然后亏了25% 然后在鞋子上投入的钱 有20万多一点 现在今天早上算了一下 可能光鞋子上面的资产 现在是36万吧 就都而且都是按地盘价 嗯 就是 那两个月前玩的 其实不是都报复了 对呀 我不想问哪个问题 我前两个月没玩呀 我就刚玩了没几天 连一个星期都不到 那你现在回本了吗 那你算回本了吗 那那这算回本吗 那我如果我去 现在卖出 我就肯定是回本了呀 不用我没卖出 我还要扑筹吗 就是还要再继续 升鞋子嘛 你升鞋子需要什么呀 需要买币吗 还是需要两双鞋子一起生 没有鞋子需要有爸有妈 而且还需要有GST GMT这些就升鞋子的费用 必要有爸有妈 就是两双鞋子是吧 对对对 而且你就没有绝育的嘛 就是没有升购7次的 哦 就是一双鞋 一双鞋子 最多升7次 对对对 那7次之后 他就只能打金或者跑步是吧 你只能打金 或者说就没有价值嘛 如果你属性很差的话 那就没价值 那这样这种卖出去会有人要吗 密掉了7次的 也有人要 主要还是看价格嘛 哦 那现在买一双鞋子入场是多少啊 就你现在玩的这个贵族链BSC 大概10万吧 10万了 这个我跟你讲 不要去搞了 我可以给你们告诉你们一个数据哈 嗯嗯嗯 当时那个飞船 嗯 飞船 应该是在9月份还是多 什么什么月份搞的 也是一个链友 嗯 嗯 初次发行价格是 零点五美金好像 还是一美金 最最低的到好像零点四美金 零点五美金 然后两个月后 他的最高的价格是八百多美金 他这个贵族 你一定要去监控啊 但是王费船 王费船很多人也发财了 但很多人也亏钱了 嗯 你一定要去监控一个数据就是 呃 当时 每日是可以监控监控出来的 如果说一天哈 如果说这个数据量 比如在某一某一段时间 或者是某几天 联系比如说几个亿几个亿路场 当时飞船就有这样 因为我当时监控了 连续三天都有这种超过两亿美金 两亿美金这样的路场 然后后面就 两亿美金是两亿人民币 还是BNB啊 两亿美金 两亿美金 那现在BNB还是超过这个数 就是两亿两亿的USDT 就是他当时也是用那个 你可以用BNP去换他的这个代币 也可以用 对对对 也可以用USDT 知道吧 然后当时是什么 就是当时再一个 你要去观察这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那个 当时大量的工作室 就是资金盘的工作室 开始入场 然后过了没 好像不到一个礼拜 就崩盘了 因为基本上就相当于是 国内的工作室 国内的这些资金盘的工作室 就相当于是最后一批接盘的人 他们进场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进来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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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盘 接盘的人 所以说 你像这种情况可以去 可以去加一些这种传销盘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群哈 看看他们有没有讨论 如果说他们也都大量的讨论 然后大量的进场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 要快速的出手 就是你要去考虑 这个接盘的人到底 这个跌起来 崩起来会很快 我跟你讲 好 但是 我知道 但是他现在还算是比较早期的 因为 BLC这个链算是先处嘛 就是 Solona链 这个 他的玩家是更多的 就是 现在 就是 BLC这个 就是 算比较早期 我觉得这个跑鞋都好久了 感觉 Solona链是4月份的 是什么 对的 我感觉都可能 我感觉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 是啊 我也感觉过了两三个月了 一月份的 他就对我人家跑步了 对啊 那前面要 那搞的 那 真的 赚一百万是很轻松的 你要说的是早期 而且 而且 我 我觉得我现在 就用我投入的这个 二十来万 我就能赚一百万 真的 真的能的 练游是有这么疯狂 我跟你讲 当时那个ISAA 我一个同学的朋友 他就是好像十万块钱 就一个多月 就搞了 搞了一百多万出来 这他妈的 我知道了 像那个飞船 飞船 当时如果说 你要想一下 他说0.5美金 最高的时候800多美金 你想想 他的币 但是他的这个道具 就是他的NFT 基本上一直稳定在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当到最后 到最后他奔盘的时候 他从800美金跌到 跌到 1美金 好像就花了三天时间 后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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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当时 币安英雄 好像是 说是 头一天 是一天 一天回本 这种反正 练游的话 就 纯靠 这个操作 现在 现在我听你们说 这种 就是 跑鞋的 这个 BS系练的这种玩法 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利润太高了 谁来买单呢 后面的人 金盘的人买单吧 对 呃 但是 这个 这个 真的 就是 只要是玩一下的人 还是都挺上头的 对 我知道 谁 那个谁不都进去了吗 谁 那个 反正买了猴子猴子奔跑了 那个叫什么呢 蛮多 主项虎 对 主项虎 主项虎 他只要买了一个呀 而且 他买了 闯销了一波 买了BSC的 是吧 BSC 他 嗯 真的 现在反正 你们 可以买 买一双 Solana 链上的 就几千块钱 然后去 跑个步 点个肥肠的 还是 就体验一下嘛 我就不 不搞这个了 你的意思就是 Solana的这个回本 做就会很久 大概需要 五天到一个月的样子 久了那天上 现在不知道 回本可能更慢 一个月吧 嗯 一个月 一个月至少 可能至少要一个月吧 我看他们上 那个模型 每天也不能低于 目前人数2%的人 经常在那 才能顶得住这个比亚 嗯 反正这个回本 回本是第一要素 我给你讲 回本就造不了钱 是吧 你 反正不来 以后都是一场空 我跟你讲 这个崩爬 崩起来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有多惨烈 我要看能不能调述 这个 调述这个 这个数据来 给你们看一下 我知道 但是 就是 这款 这款链油 跟其他的链油 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的 其他的链油 他压根就没有 就连一款产品 都撑不上 你能 你能拿来去玩吗 你 就是你 你能自己去用 然后去跟朋友 去推广吗 就是 这个确实是 你说我 我有三年没跑步了 我以前跑马拉松的 那就是 你就 就我 最近就是每天 每天 至少五公里 确实能给人的生活 带来精神状态 什么带来改变 你搞的是 那个跑鞋是吗 对 对 对啊 那你 跑五公里 你能拿多少个GST 一百多个 没有 没有 我算一下 我看一下 今天是我跑了 5.39公里 拿了是 67个GST 67个 扣掉 你就扣掉 那个他修鞋的成本 你就扣我60个GST 60个GST 现在 今天 我看一下 他现在的那个GST价格 20多是吧 还是 已经突破30了 GST的价格 比那个GMT还要贵 是吧 开玩笑 几只为呢 是几只为呢 我是那个 我一直没有 没有去了解过 这个 这个 这个跑鞋 GST 现在是26.5 26.5 26.5美金 我算一下 60乘以 26.5 6.7 一万 一万 一万多块钱 就是 就是我光今天跑步 就赚了一万多块钱 人民币 明白吗 你就是光今天跑步 而且我今天还没跑完 因为我今天是可以跑60分钟的 我只跑了45分钟 明天早上还可以再跑 半个小时 就是在家 那你 你的鞋子成本是多少 拿到的币 你是直接就那个什么 就是卖掉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我币我会用起来的 因为生鞋子 生鞋子它也要花费的嘛 也要消耗币的呀 就是光今天我跑步 我跑步 赚了这个 有一万人民币 你这个鞋子成本是多少 你这个NFT的成本是多少 就这个跑鞋成本 哪个跑鞋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一共投入就二十万万嘛 不是 你这个是 是一双 你说打进的这个是吧 不是 我说你跑步 你跑步不得拿着手机 不得有那个跑鞋吗 那个跑鞋 跑步的这一双 那你 我最开始投入是一加八嘛 一双这个 BIC连加八双 Salone连 这个成本大概是 一万两千美金 对 一万两千美金 可能是我没表达 其实我就说 你就是这一双鞋子 你这个利润 是一双鞋子产生的吗 不是一双呀 肯定是一个组合呀 你跑鞋是一双主跑鞋 然后其他的那些 他给你提供能量的那些 也是你的投入成本 就是说要其他鞋子 给他投入能量 他才能跑这么多是吧 对啊 要不然你一双鞋子 你只能跑十分钟是吧 你跑不了这么久的呀 就是这个也不能 组合来看嘛 组合来看 反正他收益率 还是很恐怖的 你就算我之前投入了 一万两千是吧 美金 那你就按这个 一天一万两千美金 一万六千 不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多一点 都回本了 对啊 对啊 就反正你就算 大概十天吧 就或者半个月吧 半个月就回本了呀 而且现在是 升鞋子 就是Mint的 Mint的收益率是更高的 就是你Mint的 能不能用你跑步的 这些去Mint 当然可以啦 也就是说 我这双鞋子 既能Mint 又能跑步 你就说你这个鞋子 一鞋两吃是吧 对啊 你说 那你这回本 又降低了 根本就不用四天 那 那就加快了嘛 你不看一下 多少 五天或者六天 就可以回本 对啊 按照这样算的话 哎呀 这个 你看一下吧 我5月18号 5月17号晚上买的 5月18号 就是5月17号的半夜买的 5月18号算第一天吧 今天是几号 过了一个礼拜了 七天 哎 刚好一个礼拜 是吧 刚好一周 嗯 当然你从我说 这投入了 20多万 现在是36万 也今天回本 那你到明天 如果说到了明天晚上 就是26号的话 那就绝对可以回本了 因为我明天 要升三双鞋子 你现在有六双了 对吧 六双胸的 升三双 对啊 明天我明天 我再升三双鞋子 我我不仅会嘛 我还盈利了呢 你那个鞋子 升带来的 其实能马上卖掉吗 那你想卖 就当然可以卖掉 鞋身鞋 鞋身鞋 这样子是吧 对啊 流动性挺好的 他现在地板价值多少 不一样的 他有不同的鞋子 有不同种类的 什么灰鞋 绿鞋之类是吧 不是灰鞋是最低等级的吗 他有不同的 还有什么 走路跑步慢跑快跑 这种 传承鞋这种 那个 那个推特上 有一个人说 他 不是他说 他说他跑要一天 二十万用 我以为在吹牛 原来不是 原来跑步 这才可以 我是没接受这个 我从一开始 就这个就一直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这么暴力 他们就一直知道 有个鞋 我这不是旁是骗局吗 都骗几个月了 还没崩盘 我操 我觉得这个项目 它相对来说 它的生命周期 会长一点的 像你们 这个利论率也太恐怖了 对啊 你看吧 我今天是算 我现在这个账面 账面是36万 如果是说到明天晚上 我可能就四五十万了 是不是 那你说三双鞋 面前零的 你如果按 就是按二十五 就平均嘛 三双 二十五 二十五个BnB 那 呃 乘以三 乘以两千 一万两千吧 一个BnB 那就是十五万嘛 明天再加十五万 三十六万 加十五万 那是 五十一万 五十一万 那可能说 我那个 有MET了 就是MET 它MET多了 它可能会 会会会 没有MET 就是MET的次数多了 它会 价格会降一点 但是虽然我之前 我这个36是按那个地板价算的 那就是 我五十一万呢 再便宜一点 那四十多万都有的吧 那我投入二十多万 真的就一千 就一周回美 对吧 我从五月十八号 而且 五月十八号 我只是投入了 一万左右 只是只是一双BnC连的鞋子 我后面的是 后面的几双鞋子 就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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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有有刚买了没几天的 就其实你综合来看的话 它这个 确实是一周 一周能回门的 现在 好 我觉得可能台能再撑一张子 再过 再过三十天 或者再过十五天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我看我那个时候 对对对 到时候 到时候看我是 我是埋在里面的 还是说是赚到了 你可能赚了一百万的 没有 JST 你看那个线表 他们从四月十号就开始了 现在就五个月多已经一个月了 就就就就没事 不要管我从一开始玩的话 就就就就就害怕了 对啊 那BnC连怎么做开的 四月四号 大概四月十五号吧 就是我看线应该在四月十一号 从四月十一号开始走的线 我都封目了 我想进去 好 那个 先 暂停一下 我要去听一下 要不你们 你们讨论一下 没有 我要回家了 我还到外面 那我回头再聊 你们一聊 以后争取每天晚上才有点 我要去听一下 阿静的那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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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去看 Barn覇了一个 对 所以说很荣幸 这次能够受药来参加 这次能够参加